好家伙,就剩64块 求十万,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得,又少一块,这个粉丝装备也没多差 起码还有金枪呢,就是钱也太少了 另外防具也不多呀,一个六甲都没有 我扶贫的话尽量不用好装备,够占备值就行了 金枪和精致的枪就不考虑了吧 看了看,改进口咋就挺合适 还好领了每日礼包,不然连子弹都买不起了 五甲五包再加个二级桃,我就直接进了五图 走到这里就要小心了 你看,果然有发现,这房子里最容易藏老六 不过这次,我给他来了个六中六 螳螂补偿,黄雀在后,咱们跟上 看看他要干啥,务必一波带走他 不能被他反打,不然以我这装备还是很危险的 五甲催得跟女人一样 他前面有个包,没猜错的话 是要舔包的,那时就是机会 哦,一直动来动去,我不等了 要不然狗杂这么强的步枪 在地铁里怎么就不如没扣呢 就是吃了配架上的亏啊 垂直后座力好控制,水平那就很难 这波应该要一波肥了 首先这人爆了个粉 不妙,怕是要毫无收获 果然,这个包更没好东西 出师不利啊 白浪费半天时间,赶紧去辐射区吧 不好 吓我一跳,这游戏太考验心脏了 还好我没凉 至于掉不掉装备啥子都不重要了 话说回来这号怎么回事呢 有点黑了吧 费了半天劲,毫无收获就很闹心 还好进辐射区了 你听哦,后面跟了个尾巴 上来了,原来是个四级啊 行踪拿下 依然毫无收获 哼 受不了了,只有开箱子才能肥起来 确实有点黑 不过这都被开了呢 这也被开了 情况不对 我需要观察 很奇怪啊 兄弟们 近来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 事实又证明确实有人来过 很反常 这都没开 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 不会被怪脑死了吧 但这一般不可能啊 又倒了几分钟 真就没动静 我怀疑主楼有老六 那就六去吧 我先把绝对安全的箱子开了 两个平板电脑 nice 有地板了 又来一根 如果真有老六 那我真是佩服他的耐心 反正这主楼我必须得进 把我遛了就算太厉害 但看情况不像啊 确定了 至少这层没有 小怪都来追我了 不会吧 不会真被挠死了吧 那我可得找找他的盒子 刚出门就发现了 应该就是他 确定了 这人品无敌了呀 虽然打人没爆什么装备 但白减个辐射区 这运气才是最无敌的 嘿嘿嘿嘿 还有变卖物 虽然不多 但正好可以证明 外面那些箱子就是他开的 绝了 还有这么轻松的辐射区呢 太少见了 这边又出把信号枪 简直完美 再出把金枪就更完美了 不对 哎呀 我呀 真有老六 我服了呀 他是真行 穿个钢六这么能六 我直接甘拜下风 惹不起惹不起 我先溜了 这家伙是个人才 不过最后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信号枪在手 耗时间也耗死他 万万想不到 他也有信号枪 怪不得 原来他也不在乎时间 怪不得那么能溜 但可惜他不知道我也有信号枪 还敢出来开箱子 进火车里了 这下我的信号枪恐怕用不着了 直接来个反客为主 主楼等着他 难受的是小怪二事了 我不想开箱暴露自己 最好的位置不能去 只能在这儿描楼梯 时间不多了 就要上来了 全是我的 他撤 没事没事 位置上我依然是优势 时间越少他越慌 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 不是吧 又来一个 是他信号枪把人引来了 哦 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凉了 这也行 另一个不知道我在这儿 又给我一次机会 这次不信还搞不定 嗨 装备没掉 抓了个地板 不行 我一定要再来一次 上马就差他们一点点 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里面是有人的 我得进去抓他 先把两个箱子开了吧 竟然出了块金砖 包底又有了 不清楚这人什么位置 大概滤在地洞 又一个能忍的 那我就先不客气了 多开几个金条也是好的 不过哪有那么容易 竟然又出把信号枪 这机型咋这么熟悉呢 不好 楼顶又来一个 打他去 我直接爬着走 没人知道我上来 我得先把人找出来 看见了 这位置不错 他完了 还不爆红 我是真的服了呀 成爆红绝缘体了吗 黑的过分了 只有改妹 依然没掉装备 别人不掉 自己也不掉 这号真奇怪 又赚了个低宝 两次加起来一百多万 时间关系今天就这样吧 下次再帮他扶平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